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蓝啊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昂萨建出啊土澳 那么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最近比较跳 澳大利亚最近比较拽澳大利亚最近比较屌 他干嘛呢 他这个啊回复啊 这个台啊 也就是南波湾傀儡政权所谓外交部长吴早谢的一篇文章 说南波湾傀儡军已经做好了啊 这个最后抵抗的这个准备了 但是吴早谢他忘了一件事情 南波湾傀儡政权统治下的南波湾傀儡军 实际上早已经被厌战情绪给包围给笼罩的一群豆腐扎军 像豆腐一样的不堪一击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豆腐扎军面前 澳大利亚却啊跳了出来 对中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放厥词 啊说什么一旦我们啊发动这个统一战争 那么如果说美国一旦插手 那么澳大利亚将会为美国马首是瞻 做他第一个跟屁虫 冲锋在美国的后面 来啊 这个解放军面前受死 大家要知道澳大利亚现在 昨天我们对这个土澳对昂萨建筑 使用了啊 王炸 让他这个经济马上就要崩盘了 接下来澳元贬值将会持续 澳大利亚将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历史尴尬的局面 这一切全都是被极端右翼政府莫里森政权所致 莫里森政权把澳大利亚带进了这个粪坑里面去了 他们身上爬满了全是白色的蛆虫 这样一个垃圾政府 只要华盛顿多云 坎培拉就撑伞 他对这个台海局势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在放这些厥词前 需要了解台海局势首先是南波湾亏的政权 单方面改变现状所致 以及美国的极端仇视敌视对华政策 恶华政策所致 这是美国啊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啊 敌对势力所致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处 他公然的对中国大陆进行这个啊 指手画脚 那么这是他想要的 那么他想要这份大礼包 我们就必须给他 我们就必须要给他这份大礼包 我们就必须要制裁他 处处为美国马首是瞻 充当这个马迁族的澳大利亚 这些年跟了美国的屁股后面 是出尽风头 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是到处杀怒 那么这样一个国家 这样一个毫无人类 道德底线的一个国家 他说出这样的话 当然是不足为奇 但是我想说的是 台海问题不是澳大利亚 这么一个域外远在天边的一个国家 所能够撼动的 南博湾傀儡政权 即将遭受灭顶之灾 在这里企图以打这个所谓台湾牌 来给中国大陆难堪 给中国大陆人民难堪 这样的雕虫小技 在我们看来 那简直就是一种白痴自杀行为 澳大利亚他要明白一件事情 想做美国的急先锋 想做美国的反华 遏制的这一只老虎钳 那不好意思 他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略火箭军和瞄准进的目标 这是一种自杀行为 只要澳大利亚胆敢跳 我们在南海海底部署这些094A 我们不给他放巨浪三型 我们就给他放巨浪二型 因为巨浪三是给美国准备的 巨浪二只要澳大利亚想要 我们就会给他 他在澳大利亚北部 搞再多的军事基地都没用 只要他敢起飞 我们一旦判定为 他这个要进入南海海域 要来干涉台海 或者说要对南沙群岛 进行这个武装偷袭 那么我们在南海的这些大黑鱼 全部把弹道导弹发射井全部打开 在海底发射前射 洲际弹道导弹 直接命中坎培拉 直接将莫里森等人气化掉 这个是他自找的 还有这个南波湾傀儡政府 他们手底下的这个南波湾傀儡军 像豆腐渣一样的这些军队 他们什么几经济 他们自己不知道吗 这个武枣蟹 我早就说过 像他那个长相 他就特别喜欢吃 昂萨剑畜 昂萨剑畜特别喜欢跟女人 就是进行这个钢交 他就喜欢钢交 就是搅屎棍 这个武枣蟹等人特别喜欢吃 他们钢交完以后的 在他这个职场里面残留下来的这些 这种黄色的碎片 他们台湾不就喜欢LGBT吗 不就喜欢搞同性恋吗 那他捅完以后 再帮他这个养老爷再打扫干净 打扫干净 蹲下来全部一吞一吐的动作 全部都在做 这是他所要的效果 做轻道夫 做搅屎棍的轻道夫 是吧 所以说这个 我说过 澳大利亚 他一天到晚在这里 这个配合美国 说要在这边 怎么怎么样 怎么的记录台海局势 把中国打扁 打爆了 对吧 我记得以前还对朝鲜说 要把朝鲜给干掉 跑到这个百门店去干掉 是不是啊 这几年以为当美国小弟 动不动就要瞄准台海局 动不动就要美国把南海炸了 把这个南沙炸了 好战的不得了 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打掉他们的尊严 一定会弄死他 那我跟各位讲 我们来看看 这个制裁 虽然说是制裁 但一定要有效果 我们先来看一看 事实上 新冠疫情以来 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进入量化宽松模式 QE 在去年11月 更是把利率降低至0.1个百分点 并且购债规模增加至1000亿澳元 致使澳联储负债从不到2000亿澳元的规模 猛增至4100多亿澳元 一年时间翻了一倍 为此澳联储的印钞能力直线飙升 MO从每月110亿澳元左右 到现在近300亿澳元的水平 也就是说在狂印钞票 狂印钞票 澳元又不是像美元一样的世界性货币 美元狂印 买单 到时候 对吧 我跟各位讲 这一次美元它这个狂印 已经不能说在全世界好羊毛了 它只能割美国国内老百姓的韭菜 只能割美国有钱人的韭菜了 只能割我们这些YouTuber创造者的韭菜了 澳大利亚它作为一个 一个只在澳洲使用的流通的这个货币 它现在将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 众所周知 至2021年以后 澳大利亚一直处于通货低迷状态 通胀低迷状态 澳联储3%的目标越来越远 2020年疫情更是让澳大利亚通胀一路牵涨 一度跌至-1.3个百分点的水平 这种通胀变通缩的短期巨变 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长期为了保持 AAA的主权信用评级 政府支出始终未有明显增长 新冠疫情下 政府支出大增 占GDP比例顺速提升至27%的水平 大增三个百分点 相当于3600亿美元 但是澳联储货币供给并没有跟上 这才有了去年底 澳联储加大购债这一出戏码 澳大利亚注定梦碎 全球低通胀并不是澳大利亚一家独有的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乃至亚洲的日本 都面临该问题 在全球化发展与加大的大背景下 产业供给会相对充裕 但是需求并没有增强 尤其是产业链上游 更是如此 偏偏澳大利亚出口的是 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再加上出口产品 基本上以能源 原材料为主 导致国内经济虽然能保持稳定 但是地面的通胀却不可避免 这使国内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始终在5%以上的水平 而中国已经连续12年 成为澳大利亚最大出口国 占出口总额的40% 此次中国官方表态 很大程度上对澳大利亚出口影响 随时兼推移必然会越来越大 从而加深本国低迷通胀局面 即使疫情带来全球需求旺盛 也只是短期影响 长期而言 澳洲的低通胀问题依然无法改变 也就是说 澳大利亚 他在这个地方大放厥词地说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这种打法 是这个 没有实际意义的 实际上我跟各位讲错了 中国现在大家知道 中国对美国 对欧洲的制裁 对这些个人和单位的制裁 他们都说 没什么用 我们在中国没有钱 制裁有什么用 但是我说过 如果制裁没有用 中国政府会去这样搞制裁吗 如果是过家家的去这样搞 有必要去搞吗 当然是 有能力可以制裁到你 所以这就是澳大利亚 所面临的这个局面 我说过 澳大利亚他妈的喜欢对抗 澳大利亚喜欢当美国的急先锋 喜欢以美国马首示参 喜欢把自己摆在高的一等的位置 那我们这就是澳大利亚想要的 那我们就不会客气 我们就给他他想要的 他如果想要一个国家崩塌 我们就给他崩塌 对澳大利亚 我们就往死里揍 往死里搞 就是了 不要管那么多 如果说他敢动用军事力量 来挑衅我们 不好意思 我们就直接把他 给他妈和平了 真的 就把他给和平了 所以说他会说 在美国屁股后面 那美国现在在对台海降温 对吧 那这个降温我说过 是别有用心的降温 但是美国都不敢这么大壮气鼓的 对台海局势指手画脚 说什么要开战了 要搞了 他不敢这样说的 他只敢保持战略模糊 因为澳大利亚到现在 没搞清楚解放军 在这一批个地区的军事投射能力 是非常强悍的 我们现在暂时不搞全球战略 我们就搞这一个区域战略 我们是亚洲的主人 亚洲的霸主 澳大利亚他如果不听话 那我们就把他往死里搞 不仅是经济 外交 政治 军事 全方给他把他往死里搞 他只有挨打的份 因为他们没有脑子 他们是蠢驴 如果他们有脑子 当年他们的祖先会从英格兰 被流放到这里的吗 当他妈拓荒牛吗 当然不会 当滚地龙吗 所以我说过今天 昨天有个网友说的很好 他说 来啊 我是在澳洲二十年了 你说的这些我竟无力反驳 事实就是这样的 老兵去过很多地方 我对很多地方的情况很熟悉 这是来自于自己脚上走下来的这个情况 所以别人叫我移民去澳大利亚 叫我去哪里 我说去干嘛 我说我就是中国人 我就待在中国 我在法国当年 人家叫我留下来 我都不要留 有什么好留的 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判断是对的 现在法国有多烂 失业率那么高 社会灾难那么差劲 我说哪里都没有中国好 所以说澳大利亚鬼子 他妈的想跟我们来搞事情 我们就成全他 就用经济的方式 把他给打垮掉 大家要知道 他们G7开会说什么 除了那个老生常谈的 新疆 台湾 香港 那么他后面还会加一条什么 这个经济胁迫 所谓经济胁迫 这条就是为澳大利亚加的 为澳大利亚加的 我说过澳大利亚现在 经济已经全部崩了 国内失业率高涨 到时候啊 他的这个老百姓 就要把县政府给他崩掉了 把他给崩掉了 所以我说对澳大利亚惩罚 就是把他往死里搞 死里搞 这就是好事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来啊 喜欢的点点 谢谢鬼子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